而今天的城市 因技术而成啊 由工程师设计 让资本生产出了一个大机器 怎么样造楼造楼 什么叫楼啊 那叫龙养机啊 让你装在房子里 对不对呀 结果告诉农民平房不好 你把他裁掉都住了 活油农民都住了 在住的各位 平房真的比楼差吗 机上楼那么好 为什么你们有钱的人 在北京在城市搞别墅啊 为什么那些高级别墅都是平房呢 结果他回来告诉老百姓房地产 那房地产自个儿搞的别墅 他告诉农民有好 越高越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人造的城市 神造的乡村 那我们的乡村有多美 我们今天说美丽乡村 是不是都在这样讲 真的我觉得美丽二字 太对我们的乡村的评价太低了 欲望的城市啊 什么叫欲望和幸福啊 你看看 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回到家 就是这个被掏空的一天 坐在沙发的样子 对面那张照片是一场饭几十万 吃了这一场饭的人真的幸福吗 我告诉大家这张照片 是我到前东南州 一个洞宅里边 他们洞宅鸟族 洞族有一个特点 这要外来的客人 就那一个村 当天黑夜 在那个风雨楼上 做一个长线 长座席 坐在那里吃 那场饭 我那天下午 我当年在学校当过厨师啊 会切土豆 土豆闭住眼睛 切不住手的 一赶赶三十几面 和他们一块吃饭 一块吃饭 哦 在那里感觉像过厨 但是那些做饭三十万 有幸福感吗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今天城市是什么 所有的城市建筑 它的设计的背后 是要让你安心啊 是要让你疯狂呀 让你疯狂呀 在座的各位 我不能够展开时间 你们细细的考虑 为什么我们今天 到底什么样的文化 在熏着我们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 说老张呀 你到我家来 我家装修的好啊 我说怎么个好吧 五星级的标准 我说如果是五星级的话 我就不去了 才为什么 我说五星级的标准 酒店的装修的模式 不是让你安心的 是要让你住在这个地方 干嘛呀 躁动起来 无名言状的想消费 你们知道吗 那个酒店的设计 它不是让你安心的 说安到什么心境啊 太理性了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明天找一个民俗 三十块住一宿 如果酒店 十几层这个阳城能赚钱吗 你们知道 在庞大的商业资本 今天统治这个社会的 已经不是货币的商业资本 是货币商业资本雇佣了这个社会 最聪明最有灵性的那一批人 在设计了我们这个文明 这个文明 所有的文化的设计的背后 只有一个字 让你非理性 让你的欲望最大化 而不是让你的心安下来 这就是工业文明 这就叫资本主义 今天的资本主义 博学的不是我们的劳动力 是左右着 让我们的思维成为 这个时代的努力 隐性的努力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为什么说 你们来到这里学习 使你们觉悟了 这需要很大的定力 你们真厉害 我向你们学习